欢迎来到八度空间五件新闻的直播现场 我是陈家荣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性侵和禁锢两名蒙古女郎 郎景今早在加控九项强奸和卑力罪 沙巴越政府决定跟随中央允许两人供车外出采购的政策 但是沙巴暂不跟进 继普利市和吉兰丹之后 击打活跃病例也宣告清零 成为全国第三个新冠肺炎绿洲 在行管执行期间 性侵和禁锢两名蒙古女郎的警长哈兹鲁 即昨天在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下被提控上庭之后 今天在被押往雪州巴大林在野法庭 面对九项的强奸和非礼罪名 根据中古报的报道 身穿暗蓝色上衣的30岁被告 今早在两名代表律师的陪同下 抵达法庭一脸淡定 期间还大方地向在场采访的媒体挥手和打招呼 哈兹鲁被控这个月10号 在巴大林在野美丹花园执勤时 拦截两名共乘一辆电招车的蒙古女子 再将她们带到附近的酒店里施暴 抵出了刑事法典第376-2F强奸条文 以及第354非礼条文 当事人昨天在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条文下被控 否认有罪 表明是误会一场 政府昨天颁布宪报 允许行管期间两人同车出外采购 东马两州是否会跟随中央的脚步 目前出现了不同的反应 沙利越政府已经定夺跟进这一项政策 不过沙巴州首长 那都司理沙菲伊阿达表示 沙巴2019新型冠状病毒指挥中心 会在深入研究和讨论之后再定夺 沙菲伊昨晚和到访亚地的中国医疗团队见面之后 向媒体表示目前沙巴只允许在特定理由的情况下才能够两人共乘一部车子 对于中央政府的新政策 沙巴州政府暂时不会跟进 至于沙拉越 副首长兼灾难委员会主席拿督阿玛道格拉斯今天发文告指出 沙拉越已经决定允准两名直席亲属供车出外采购必需品 措施及时生效 根据国防部长纳多斯里伊斯迈沙比里昨天的宣布 政府允许民众在第四阶段行动管制令期间 两人供车结伴出门采购必需品 不过前提是两人必须是同住一间屋子的家人 赌风扫不进中国网络赌博集团在森美兰汝莱一个高级住宅区 租下了一栋洋房冲坐呼叫中心 还雇用了多名中国籍男女操作下注活动 每日可赚取大约15万令吉的赌注 警方昨天展开了突击取缔时将44名男女一网打尽 伍吉阿曼反分化速赌及思维党取缔组组主任穆朗默扎尼指出 调查发现这个网络赌博集团半年前开始活跃犯罪 目标锁定中国客源 他们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接受来自中国的网络赌博下注活动 行动当中警方也充公了6台桌面电脑 17台手提电脑和75架手机 所有漏网的嫌犯年龄介于18岁到45岁之间 警方将援引1953年公开赌博法令 1989移民局法令 以及1988年传染病防范及控制条例调查案件 另外关税局昨天也在巴胜北港 侦破了一宗香烟走私案 超过了900万只总值72万令吉的私烟 漏税额高达570万令吉 关税局中区助理总监拿督祖谷纳英表示 执法单位根据情报前往案发地点 对原本洋装装有地毯和毛巾的40尺集装箱进行调查 走私犯将撕烟装入印有商标的麻布代理 企图掩人耳目 最终还是被执法人员识破 当局援引1967年所得税法 以及1976年国产税法令 将所有涉案的进口商以及运输代理商逮捕归案 驻查 接下来跟进国内的疫区的情况 截至昨天中午12点 吉打10个地区的活跃病例已经全数归零 是继玻璃市和吉兰丹之后 国内第三个全绿的周数 玻璃市吉打 冰城 霹雳 马六甲 吉兰丹 灯家楼和纳敏这几个周数 其实昨天中午都没有出现新增的确诊病例 卫生部发布的疫情分布图显示 全国红区依然维持12个 黄区从昨天的61个减到55个 绿区则从85个增加到88个 接下来关心国际疫情的消息 随着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断的上涨 全球累积的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了300万 至今有将近318万8千人感染病毒 有22万6千多人死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美国有将近104万人确诊 占着全球将近三分之一的病例 还有超过6万人死亡 而第二严重的是西班牙 有将近23万7千人确诊 2万4千多人死亡 接下来则是意大利 有超过20万3千人感染 2万7千多人死亡 是欧洲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至于法国有将近17万人感染 大约是2万4千人死亡 英国则有16万6千多人感染病毒 由于当局首次把养老院死亡病例纳入其中 导致全国的死亡病例飙升 达到了2万6千多宗 是欧洲第二多死亡病例的国家 无视病毒肆虐 特朗普相信病毒很快就会消失 还计划下个星期准备全国走投投 稍后给您详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 100万大关的非常时期 总统特朗普不止急需高喊 加速重启经济活动 下个星期还要开始全国走投投 先到亚利桑那州 再计划到其他州属 他还表示渴望不久之后 就可以举办2万5千人的大集会 他相信病毒很快就会消失 即使没有疫苗也不成问题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继续直线飙升 星期三再有超过2万4千人确诊感染病毒 2千多人死亡 累计确诊病例直逼104万宗 死亡病例将近6万1千宗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 依旧保持一贯非常乐观的态度 丝毫不紧张疫情 星期三和各商业领域代表会谈之后透露 下个星期起 他会开始巡视全国各州 第一站就要到亚利桑那州 之后会到俄亥俄州等等 他迫不及待要再次举办大型的万人集会 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总统 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总统 et 有负秇期间的供叛业 没有人会有空的 特朗普宣称他被困在白宫已经好几个月了 作为总统他应该时刻巡视各州 不过其实上个月初他才举办过一次总统竞选集会 还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假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一直要在年底的总统大选寻求连任 这次要率先前往的州属恰恰就是被视为关键摇摆州的亚利桑那州 只是特朗普坚称他是基于重启经济活动才选择前往亚利桑那州 并不是要举办竞选集会 一如既往特朗普继续强推重启各州经济活动 他不希望人们适应所谓的新常态 因为疫情总有一天会完全退去 到时候所有人的生活就要恢复正常 他透露已经落实长达45天 星期四就届满的安全社交距离指南也会渐渐淡出 让各领域尽快恢复运作 我们的领域尽快速决定 一些州州已经开放了 我说他们开放了快速 我们有很多人开放了明星期 我们有很多人开放了快速 或最终的开放了 一些也很强烈的开放了 他们开放了一种多数量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和专家都表示 只有成功研发疫苗才能真正控制疫情 到时候各国才能全面恢复经济活动 但是特朗普坚持 无论有没有疫苗 他都要全面重启经济 何况相比起疫苗 他更相信不断在改进的治疗 才是对抗疫情的关键 他坚信病毒很快就会消失 不过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证据和策略 不过令人鼓舞的是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院长佛奇 星期三宣布 当局用瑞德西韦来治疗肺炎患者 测试结果显示 药物起到了非常实质作用 缩短了患者从患病到康复的期限 希望能够尽快完成测试 用来治疗所有患者 这下消息让市场恢复信心 早前不断暴跌的道琼斯指数 也上升超过530点 但是经济专家强调 美国的经济不会像特朗普说的那样 在短时间内迅速回弹 如今的经济是大萧条以来最快速 最严重的萎缩 光是今年第一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就暴跌4.8% 是十多年前全球金融风暴之后 最大的季度跌幅 被批评抗疫不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再度指责中国 没有及早的预警和防控疫情 使得疫情大爆发 美国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想方设法 让他输掉11月的总统选举 他犯话将对中共政府 和世界卫生组织展开调查 以查清双方是否在疫情爆发初期 知情不报 对中共政府的总统选举 we are by far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to WHO, World Health they misled us, I don't know, they must have known more than they knew because they came after what other people knew that weren't even involved we knew things that they didn't know and either they didn't know or they didn't tell us right now they're literally a pipe organ for China that's right now 特朗普星期三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 在白宫会晤期间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美国情报机构已陆续向他提供各种的讯息 在如何处理世卫组织和中国的问题上 新政党局很快就会提出建议 针对他是否会考虑以征税或债务减免方式 向北京政府追究责任 特朗普没有明确的回应 只是表示他正在考虑不同的选择 受疫情影响避免考生群聚祈愿 台湾孔庙只允许一些学校的班级派代表 前妻取服 稍会有详细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台湾高考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延迟了一个月进行 不过为了增加信心 许多考生应考前还是一如往常的前往洪子庙祈福 希望借助神明的力量考验亨通榜上提名 但是碍于疫情的肆虐 孔庙今年并不鼓励团体活动 促使一些班级只能够派代表前去祈福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 台湾学校配合政府颁布的防疫措施延后开学 原本定在五月和六月的高中和大学入学考试 也延迟一个月才进行 每当考期一到 台北孔子庙继承了大批考生和家长祈福的热门地点 除了安抚备考的紧张情绪 也希望能够在孔子这位至圣仙师的庇佑之下 金榜提名 就毕竟有伴有保佑 就想说多一个安定的感觉 然后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全新的考生 然后觉得蛮紧张的 也蛮兴起的 那希望说来这边祈福完了之后 可以对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比较顺利比较安心 然后成绩出来的时候 也希望可以受到孔子的保佑这样子 唯一比较大的影响就是我们要戴着口罩考试 这是比较 我们可能会觉得比较不习惯的地方 因为毕竟考试的时候 戴着口罩会比较闷 然后会让思绪比较不清楚 但是我相信这是为了疫情考量 为了遵守防疫措施 孔庙负责人表示 今年并不鼓励团体活动 一些班级也只是派代表前来祈福 并和考生结缘幸运府和孔子著作 论语 祝福他们达成心愿考获佳绩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各行各业 影坛也不例外 随着多部影片制作紧急的喊停 资深电影人齐根就表示 这次的公共卫生危机除了打乱各大电影公司的部署和规划 也彻底推翻了他们全年的影业铺排模式 如今他们只希望这段寒冬期能够尽早的结束 让民众可以无后顾之忧的重新到电影院捧场 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一直以来都尝试将一年之中最重磅的作品 例如大型动作片和冒险片等等 编排在最火爆的暑期档上映 然而受到疫情影响 暑期档顿时变得一文不值 原定三月份和四月份上映的好莱坞数期大片 不是改档就是彻档择日上映 就连拍摄中或即将开机的影片也被迫暂停制作 海莱坞资深电影剪辑师兼影评记者齐根透露 原以为2020年会是影坛称大旗 最让影迷期待的一年 没有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戏院和片商的如意算盘 几乎通通撤到 What the hell? This was supposed to be a terrific summer It was going to kick off with Fast 9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Black Widow movie Sort of the first female-fronted superhero movie To kick off the summer There had never been one in that spot before Disney's Mulan was supposed to open in March 現在全部都混亂了 而沒有改變的電影是《Kris Nolan》的《Tenant》 我們有不完結的事 我們要回到這全部都開始了 雖然好萊塢是全球最大的電影生產基地 即便如今美國政府醞釀重啟經濟止血 預料許多行業將可以逐步恢復作業 但是片商和戲院可不敢冒險 寧可相信有心不怕遲 也不願承擔無法遇見的不安復活 電影廣場說 他們不會開放直至有《Hollywood blockbusters》 《Hollywood Studios》說 我們不會開放直至有《Hollywood》 疫情延燒 雖然全球戲院多半選擇拉下鐵門 但是也有公司例如環球 選擇反其道而行 做出新的嘗試 讓電影《魔法精靈》暢游世界 在原定4月10號供應的這一天 讓該片在各大隨選服務平台上架 泰國曼谷夜生活精彩 街道繁忙 不過疫情衝擊下呢 政府被迫實施消禁 原本車來車往的街道 如今淪為了一片寂靜 卻也展現了另一番的景象 新聞最後尾隨鏡頭去看一看 我是陳嘉榮 感謝您收看五天新聞 祝您平安健康 我們再會